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时 呼吁中德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他也强调 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客观看待产能问题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星期二 4月16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舒尔茨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十年来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但中德关系始终稳健发展 各领域合作不断巩固和深化 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动力 他说 中德是世界第二 第三大经济体 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超越双边关系范畴 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 中德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 中德合作对双方有利 对世界有利 双方应该继续以开放的胸襟密切交往 增进战略互信 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建 合作共赢 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 另一边乡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一场大火吞噬了该市的一座历史建筑 就证券交易所Burson BBC报道称 这座17世纪的建筑是哥本哈根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其标志性的坚塔在火焰中倒塌 这座建筑当时正在进行翻修 并且是丹麦商会的所在地 火灾发生时 建筑内的所有人都被疏散 并且有人试图从建筑中救出历史化作 附近的广场被疏散 文化部长表示400年的丹麦文化遗产 在这场火灾中遭受了损失 这座建筑最初是由基督教四世国王下令建造的 目的是将哥本哈根打造成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 这场大火不仅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关注 火势迅速蔓延 对旧证券交易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这座具有深厚历史意义的建筑 在烈焰中激进毁灭 成为一场文化悲剧 接下来 美联社的报道带来了汽车工业的最新进展 日产汽车宣布计划在2029年初之前 开始大规模生产下一代电动汽车EV 这些电动汽车将采用先进的全固态电池 日产的目标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赶超甚至超过特斯拉和比亚迪等竞争对手 与当前的锂离子电池相比 这种新型电池预计将更加强大 更便宜 更安全 并且充电速度更快 日产的试点工厂计划在2025年3月前开始运行生产线 商业生产的电动汽车将从2028至2029财年开始 该公司计划在包括皮卡在内的多款车型中使用全固态电池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全球各界如何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 无论是金融市场的调整 汽车行业的创新 还是国际渔业管理的合作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采取行动保护地球 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可以对抗气候变化 推动一个更可持续 更绿色的未来 在中国的网络世界中 一个新提出的火车站设计引发了广泛讨论 但讨论的焦点并非其设计的初衷 据BBC报道 这座位于南京的火车站因其外观酷似卫生巾而成为热门话题 设计本意是想要呈现出江苏省的省花 梅花的形象 然而 这个由江苏省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批准的设计 却在社交媒体上激发了一场关于月经羞耻的社会讨论 一些网友甚至称赞这个设计超前于时代 呼吁社会正视并消除对月经的羞耻感 这个造价高达200亿人民币约和27.6亿美元的火车站 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开始建设 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另一个角落 财务审计巨头浦华永道 PWC却因为与破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有关的审计欺诈指控而陷入争议 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些指控源自一封匿名信 该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 浦华永道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否认 称这些说法与事实明显矛盾 并表示已采取措施对此事进行调查 包括向执法机关报告这封信件 公司还保留追究编造和传播该信件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封信声称 浦华永道在恒大案件的审计失败 是因为高级合伙人拒绝了监管机构的调查 恒大集团在2021年崩溃 被发现在销售和利润上进行了夸大 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务造假案件 浦华永道是全球四大审计公司之一 另一方面 香港特首李家超承诺 在即将到来的黄金周假期吸引更多游客 并将香港推广为好客之城 南华早报报道 五一劳冻结假期 是中国大陆游客的高峰旅行期 李家超表示 政府和旅游局 正在积极准备吸引更多游客 今年三月 香港游客人数同比增长38.6% 达到了340万人次 该城市预计在复活节和清明节期间 将迎来1100万次边境通行 这三则新闻反映了中国及其特别行政区 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南京的火车站设计引发的社会讨论 到普华永道面临的审计欺诈争议 再到香港试图通过吸引游客来振兴经济 这些事件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面对设计的无意识影响 金融审计的诚信问题 还是旅游业的复苏努力 这些新闻都描绘了一个正在变化和适应新挑战的社会图景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三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5% 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0%和3.4%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9和0.7个百分点 盛来运称要理性看待房地产调整阶段 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经过20多年的高速扩张后 按照产业成长周期 现在调整是正常的 有利于房地产后续构建新模式 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有支撑 他还称 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6.2% 但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50% 还有2.97亿农民工在城里未完全市民化 进城农民工购房比例不高 现有住房存量中 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房子还占绝大多数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 城镇化深入推进 中国房地产市场改善性需求刚需都较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五度简报